欢迎收看七月八号的 我爱动起来 我是林一文 美国之邦来看华视 大联盟公布了全明星赛的完整名单 洛杉矶到期由日籍球星大股祥品领衔 总共是有六个人入选 而这也是2017年之后 到期参加明星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大股祥品今天面对酿酒人 虽然是五个打数只有一只安打 但是上壘之后连续两次倒壘成功 本季再度二十后二十道 而这也是队史第三位 在明星赛之前达成的选手 到期恒酿酒人 系列站的最终回前三局 双方最有零星的攻势 而最大的亮点当然就是大股祥品 在三局下半 欧塔尼想敲出了安打 而上壘之后的他可不安分了 结果这倒壘竟然不算数只能够回一壘 原来是Will Smith背叛妨碍守备 虽然纵爱也出来帮忙争取 但还是背叛出局 没有关系队友有委屈 大股就帮你出口气 成功跑出了本季第十九次的倒壘 但你以为 欧塔尼想就此满足了吗 准确地抓到头球的节奏 捕手连船都不想传 连着大股带着FREEMAN跑出了双倒壘 倒完了二壘再倒三壘 连两次的倒壘成功 大股祥品率先达成了二十哄二十道 而这也是到期对史上第三位 在全明星赛前就能够达成这一项记录的选手 说到全明星赛 MLB也公布了完整的入水名单 洛杉矶到期由连续四年入选的大股祥品领衔 包含了Mookie Betts Freddy Freeman Will Smith跟Tearsgar Hernandez 入选替补名单 墙头Taylor Glasnow 则是生涯首度入选明星赛 六人入选明星赛 这是到期从二零一七年以来 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华视新闻杨智富报道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鎖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